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经过压花 人工分量 机器裁切 全自动包装 从原物料到成品卫生纸 全程不到两分钟 我所在也为你一家卫生纸的制造工厂 这条生产线 1年运作8个小时 1个小时可以产出4000包像这样的卫生纸 这是国内家电商机牌推出的自由品牌 标榜的可以免费 百费道普 希望以低价格高CP值 在竞争激烈的卫生纸市场当中 同样可以获得消费者的新牌 我们都是用百分之百原生纸箱的卫生纸 也是国内大厂的牌子的原料 都可以直接丢马桶 对都是可以直接丢马桶的 我们是不是全程都MIT 对全程MIT的产品 1个小时4000包的卫生纸 相当于40箱的产量 每天产出800箱 卫生纸天天都要用 但是市场上品牌霸霸款 这么大的产量要如何消耗 你绝对想象不到 这些货全部都已经有买主 商户这边是管理部 今天生活事期总共325箱 再麻烦你们下货 谢谢 整箱整箱的卫生纸 直接贴上货运标签 上物流车 从工厂直送消费者手中 跳脱传统模式 省下仓储空间的成本 加快到货速度 这款网路爆红卫生纸 开启了全新的销售模式 过去9个月以来 我们在这个卫生纸的产能上面 的销售量有大概成长的 大概约2成左右 一开始合作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会卖这么好 没想到他们的包装设计 还有一些知识的运用 让这个产品能够那么热销 真的是 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跌破众人眼镜 命中市场需求的背后 靠的不是铁板神算 而是大数据的精准运算 我们在去年2月份之后 即使已经是卫生纸之乱结束之后 我们平均每个月的卫生纸销售 大概都还是之前的 大概1倍到2倍以上 去年我们在规划自由品牌的时候 我们从所有的数据看起来 第一个最适合我们投入资源来规划 并设计自由品牌的商品 就是卫生纸 然后网路可以改变很多行业运作的方式 所以零售行业再加上网路就是现在的电子商务 董事长这是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交易资料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对网站来讲 你可能不知道说你的消费者是从哪里来啊 做了什么事情 那我们为了让大家可以更具象化更图像化 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子一个台湾的地图 所以你可以很及时的知道说 张琼斯的王先生他买了一包米 然后谁在哪里做了什么事情 这样子 我看到数字耶 是是是 208 对 没错 这是我们从开战以来到现在的 整个交易金额的累积 2012年成立的电商创业家兄弟 创立四年随即挂牌上柜 2018年应收破50亿 等于全公司不到200人卖出的商品 超过200家超商整年的业绩 能够让人一直买一直买的关键 在AI国 我们大量应用了AI的技术 很多东西其实我们大量的使用了系统 机器来取代人工 然后让我们每一个团队成员 可以更升级来做更有价值 然后更有趣的事情 你可以很清楚知道这些消费者 他看了什么东西 买了什么东西 在什么东西之前 他停留了几分钟几秒钟 希望说从这些资料里头 可以更精准地掌握消费者的行为 跟他的整个消费趋势 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AI的Data Team 反走过必留下痕跡 这句话套用在虚拟网路 同样有机可循 而且无所遁形 13年来资讯的累积 可是我们其实没有一个很好的想象 在如何运用的数据 那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个 我们想要做的东西 然后让这些数据转为 比较有价值的一个产品 电商平台动辄百万千万会员 每天累积数不清的使用者足迹 庞大数据其实是强额有力的工具 端看怎么使用 台湾最大的拍卖网站露天拍卖 2017年成立了路托邦AI 人工智慧实验室 电商创业家兄弟 2018年成立资料团队Data Team 比较一下 两个团队的人数都是约20人 平均年龄都不到30岁 其实工程师都很宅 这就是一个很宅的工作 对 成就感的来源 因为其实我们就是把资料都准备好 如果越多人使用的话 我们会觉得我们做的东西还蛮有意义 这群成天买手电脑数据里的宅男 要用AI读懂以女性为主的消费群 到底在想些什么 做我读懂女人来信也没有这么简单 其实我们都只能透过一些数据来观察这些行为 对我们推荐其实有很多种策略 那就是这边看到的就是刚刚三种不同策略 一个是什么综合型的 一个是我们认为说现在销售比较好的 一个是有跟季节性比较关的 事实上还是不断的在揣测人性对不对 对 其实我们就是在观察你是喜欢什么类型 我们是希望诱导你的方向 就是你可能还没想到 可是我先帮你想到了 客服机器人 就我们希望说我们可以提供给站上的一些会员 他们更快更及时的一些问答 因为以往很多的问答他们需要去找答案 可是透过Tradbar这个客服机器人的机制 那它可以很快的在线上24小时 都有一个专人服务的感觉 机器让服务没有空窗 有AI辅助 缘心也不在海底针 客制化推荐 关键字的精准投放广告 洗脑是不断突破消费者的心房 你看生活市集 又寄那个推荐的商品给我了 对啊 你也有吗 有 我也有 你自己觉得就是这样客制化的推荐 对我来说还蛮吸引人的 很容易打中你吗 还蛮容易打中的 因为像是我最近一直在搜寻那个化妆品的收纳盒 然后其实我刚刚就是有收到相关的通知 你的推荐系统好像不错 我最近一直在逛宠物的东西 然后我一直在逛什么宠物的零食啊 我觉得可能下一步可能要做的事情 跟时间比较有关系 就是一如我们现在在做的都是我想猜测你喜欢什么样的商品嘛 但是其实消费者购买也有他的周期 也有他喜欢买的时间 那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可以找到他这个人的话 其实是最好的时间 从实体零售走向虚拟 自动化和大数据创造了改变的契机 由AI做依据电商的崭新格局 精彩持续 请不吝点赞 橘举 少得是 越频道 指数